Hello,今天聊一聊这个还是跟糖尿病有关系 前两天发了一个关于这个中国遥遥领先 这个批准了一个周治剂的胰岛素 Weekly Injection of Insulin 这个中国对成年人的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已经批准上市了 是一个福音对广大的日益增加的糖尿病患者 现在肥胖是一个问题 我的侄子刚刚大学毕业 前几天聊天 说了被检测去体检 测出了有氢度脂肪肝 二十岁小孩 氢度脂肪肝 肥胖是个问题 肥胖引起很多疾病 这个糖尿病就是其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 还有除了这个现在有了这个Weekly 这个周治剂的胰岛素之外 在美国这边呢 应该在中国我不太清楚 中国那边也应该有 或许也已经有了 这个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记不太清了 应该有四五年了 可能是 anyway 或是新东西 但是我想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叫CGM 全名是Continuous Glucal Monitor 就是说翻译过来 好像叫持续性的血糖检测仪 或者是长期血糖检测仪 就是说糖尿病人 如果大家知道糖尿病人 你要检测你的血糖 有时候一天要一次两次 或者三次 有时也许还要更多 一般都是扎你的fingertip 在手指尖上扎 用特殊的那种needle 但是这种其实是一种 带在身上的 可以不用每次扎你的手指尖 去检测你的血糖 一种仪器 叫Continuous Glucal Monitor Supply 是这个带在身上的 它也是一个小针 但是它是放在里 一般是放在胳膊 看不清我的胳膊 放在胳膊后面这 这有这个图片 可以看看 其中比较常用的 其实就是在美国市场界面 比较常用的 就是两个品牌 一个是Descom D-E-X-C-Y 就这里这个 Descom 看我鼠标 小手是这个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Freestyle Libre 有小蝴蝶这个 Freestyle Libre 这两种是最常用的牌子 在市场上 还有一种好像是 专业Professional 那个我没有见过 但是这两种说 几乎每天都见的 几乎每天都见的 而且呢 基本上是被保险 它是保的 最后咱再说 保险的事和价格的问题 先说说 这个仪器 是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就以拿这个Descom 为例子 它都是同样的东西 我看一个就可以了 看在这里 看这人的图片 看这一个小 有个patch 什么东西 然后有个东西 放在你胳膊后面 如果你穿长袖衣服 也没人可以看见 然后它有一个 可以跟你的smartphone 可以跟你的智能手机连 或者它上面 它有一个小的monitor 有个仪器 如果你测血糖知道 对吧 你有一个测血糖的 这个strip 还有一个monitor 意思差不多 就是说 它有一个仪器 可以监测的血糖 这个你只要戴在身上 你不用每天 特意的 就是定时去扎你的手指 去看你的血糖 就是你随时可以 监测你的血糖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但是这些东西 还是很多的 就跟很多药品一样 在这边出来的 什么技术也好 手术也好 要出来 是有这种东西 但是它的价格 其实是一个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 先看一看那product 具体咱再看一看 先说这种 现在这个descom 它出的是有G7 有很多代 看见它有G6 G7 现在最新的是G7 就是G7版的 第七代 我们知道是第七代 How it works 先看看它怎么工作 你看它就跟smartphone连起来 跟那个手机连起来 对吧 这界面 这个病人 所有的广告 病人都非常快乐 都是笑脸 其实真的是那么快乐 你一看价钱 就看刺牙咧嘴 你看 看 看图片就可以了 看看 这个它宣称 最后咱说它的 它的 它的 accuracy 就是它的准确性来讲 descom说 most accurate CGM system 每个药厂 它的品牌都说 自个是最好的 它说 它是most accurate 待会咱再说 我找到一些资料 也许也是因人而异 你可以跟这 Bluetooth 这种鞋链 还是非常方便 可以跟Apple Watch 链 看看 多方便 跟Apple Watch链 一看就可以了 随身鞋带 不用 有Glucal Numbers Without Finger Sticks 不用在扎手指上 扎手指很痛 我也扎过 一般 它这个是 14天 14天 可以 14天换一次 它有一个device 一个仪器 还有一个sensor sensor 就是要经常换 就跟 侧血肠的strip 侧血肠 那个条式的 它这个是sensor 是要换的 每14天 要换一次 每14天要换一次 right see 如果你有保险的 现在 待会我在说保险的问题 但是没有保险的话 它 你就是付cash 它有一些special program 它有一些促销计划 或者你也可以用这个gooder app 以后我再说gooder app 是一个非常省钱的app 它有一些促销计划 你可以参加 你可以参加 你可以去亚马逊上查一查 亚马逊上有价钱 我刚才看过 你如果想知道一下 大概的价钱 查一查亚马逊 sorry 打个喷嚏 你看这个老太太 就在站在手臂这后面 一般都是这个位置 因为它不爱事 放在后面 前面人过来也看不见 对吧 所以说 你喜欢美观的话 这是一个 你看这大爷 也是这个 放在这里 都是非常高兴的人 然后呢 再看这个freestyle freestyle 这个你看 它给你这仪器分开 这个sensor 什么回事 有个牌 看这动画 看这里 有个小针 然后呢 扎在这个固定在皮肤上 就可以了 你看它这所有的这个 都有一个try for free 它有一个 你可以填个表 它可以给你free 寄来一个 就是免费的 你可以试一下 看好用不好用 都学成自个儿 是acquery acquery 14天 14天 检测你的A1C reliable affor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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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大家都买得起 我刚才上网 Amazon 查了一下 30天的 livery 好像是 100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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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om 好像是300多 记不太清了 好像一个贵 一个便宜 好像是 freestyle 用保险 要比descom 要贵 反正有一个 就是说 有一个用保险 比另外一个便宜 有一个用 用现金 没有保险 比另外一个便宜 怎么用 大概都差不多 你去油管 哪里 它的网站 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这东西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后呢 再说一说 再说一说 它关于它的保险 保险 一般如果你有商业保险的话 commercial private insurance 基本上 我想 两个 也许都可以保 或者是至少保一个 如果你是medicare的话 medicare 它是在medicare par b里面 par b里面 因为par b 是只保 糖尿 糖尿病的 糖尿病的检测仪器 都在medicare par b be as boy 在那个里面保 你拿你的这个medicare 卡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拿medicare par c advantage plan 它也保 但是它的保呢 和这个传统的medicare par b 有一些不同 但是 它有一点 它这个不是说 这个 commercial也好 或者medicare也好 它有不同的要求 commercial 咱们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每个保险公司 它的 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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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条件 都不太一样 但是大致来讲 说medicare这方面 medicare这方面 大致来讲 一般是 它是这病人 必须是 是要用胰岛素 用insulin 而且 每天你必须要测 三次 multiple times 都glucal 就是你如果扎手指测的话 一天要测 multiple times multiple什么意思 就是三次以上 一般 是这种 是这种情况 不管你是一型糖尿病 还是二型糖尿病 都可以用 但是这个要求就是 你必须要用insulin 要用胰岛素 或者说 好像有一个 或者两个都是 具体你再查一查 你跟你保险公司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低血糖 低血糖的这个问题 你需要 即使你不用这个insulin 不用胰岛素的话 你还是需要每天 多次测量 监测你的血糖的话 或者你低血糖 一直要监测 就是它也可以破例 给你保 给你保 medicare给你保 这是有自负额的 不是没有自负额 应该是有自负额的 看上这些了 most people 这里问 my students cover most people with type 2 diabetes on commercial health are covered 一般来讲 commercial 像是descone 就是如果你有 E型糖尿病的话 它是cover 它是cover 你看 我看这个freestyle 有没有 cost coverage cost coverage private insurance 看一看 不动 看这有 看广告出来吧 try for free 个free try most people 这里 most people用这个freestyle pay less than $40 per month for the sensors 因为sensor是一直要换的 那个device 你可以接你的 什么apple watch smartphone或者用他的device device可以 用很长时间 只要你不衰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一直用 如果你他说 如果你付的多 commercial 比75块钱付多 你可以找到customer care team 它可以给你找一个 省钱计划 省钱计划 所以说 如果你是commercial insurance private insurance 问一问你保险公司 是保哪个牌子 是这个copay 是多少钱 或者是有没有deductible 如果你是medicare的话 就跟我刚才说的话 一般来讲 它也不是每个牌子 还是按你的计划 你的参加的计划的公司 保险公司的名字不同 medicare 如果你是medicare advantage 公司不同的话 你看他的公司是保哪一个 也许两个都保 也许是只保一个 或者是freestyle 或者是这个descon 但是还重复一遍 基本的原则是 你这个患者一定要使用insulin 或者呢 并且啊 需要多次测血糖的一天时间里面 或者你有低血糖的 这个风险啊 要一直监测血糖 这几条啊 如果你符合成一条 基本上你这个medicare会保 medicade啊 再说说medicade medicade加州叫白卡 medicade啊 不一样啊 每个州都不一样啊 有些州保 有些州不保 有些州保一个 也许有些州保两个 有些州一个都不保 这个要问你当地的州政府 因为白卡或者medicade 是州政府的一个medical insurance coverage medicare是federal medicare是联邦上的 所以说呢 他们是两码事 两码事 medicare可以保 那medicade medicade不一定要保 不一定要保 而且呢 像这些都有啊 patient assistant program 具体你可以上网页查一查啊 这我就不具体跟你说了 然后呢 咱再说一说 他这个 Accuracy 每个人都说啊 每个厂家都 freestyle也好 descom也好 都说自己啊 是这个非常 most accurate 都说自己是most affordable most affordable 不是 也是啊 你说 affordable不行啊 这个你也是病人 用患者啊 觉得价钱合适 对吧 但是呢 广告就是广告啊 大家看一看就完了 这个呢 做了一个比较啊 做了一个比较 刚才我说过了啊 这个descom啊 是这个宣称自己是most啊 most accurate啊 哪里去了 anyway product 不看啊 咱就找这个啊 我找了一个论文啊 论文这是 这是这是 pubmed啊 pubmed是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这算是一个 比较正规的啊 正规的这个这个 这个 journal也好 是这个这个参考的啊 这个东西啊 一般的我们专业的 都可以啊 看他的一些参考的资料 这里呢 再你就不多说了啊 还是看他的 background啊 或者是method啊 咱就咱就不管了啊 咱就看result啊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 预计数据啊 主要descom g7 还有这个 freestyle library 3 freestyle 刚才忘了说了 freestyle library 3 就是第三 freestyle library 3 和descom g7 都是他的最新的系统 最新的 最后啊 conclusion freestyle library 3 sensors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e descom g7 sensor in all matrix evaluated throughout the study period this is the first head-to-head study to our knowledge that compares the flagship products current in widespread use of two largest CGI manufactures right 这是他的啊 一个 right 呃 然后他说啊 你有没有 那个 所有的论文啊 这个看 你看 一定要看 他背后的资助者 是谁啊 他这个列出来了 conflict interest statement 啊 right 这里啊 列了一下啊 我也不念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啊 如果你看 你想做一些research的话 看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算是谁资助的 也许 你认为他说 他给这个freestyle 吹 就是freestyle 这个厂家资助啊 也有可能 对吧 但是呢 这是 还是说啊 这个 popmate啊 算是可以在这个专业上面 可以 一般可以认可的 可以引用的 一些这个 一些论文啊 一些数据啊 可以引用 还有啊 就是说这个 这里啊 价钱 他说了啊 这里我查一下价钱 AI啊 现在一打动你的 AI都给你这个回复啊 这是100到500之间啊 100到500之间 我以前看过一个啊 好像是 嗯 嗯 descom好像是 300块钱一个月啊 freestyle 100块钱 但是呢 我在这个 Amazon上查了一下啊 你如果去Amazon 你打freestyle library 3 或者descom G7啊 你可以看一看 它的报价 它给你两个价钱 一个呢 是这个 呃 它是estimate啊 比如是准确价格 一个是就是 如果你有保险的话啊 是一个价格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啊 是另外一个价格啊 你可以比较一下 你就比这个 没有保险的价格啊 你看看哪个贵 哪个便宜啊 然后你再看看 如果你有保险的话呢 就直接其实呢 问你的保险公司就可以了啊 这个我看还 其他的没有了 差不多就这意思啊 所以说呢 如果你已经用了啊 觉得好的话呢 你可以 在我下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经验啊 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 对着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 它这个 desicom这个网站 或者freestyle library 这个网站呢 你可以要一个 这个sample啊 就是free sample啊 就是免费 它会寄费让你试一试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呢 哎 你可以啊 忘了说了 这个要prescription啊 就是说一定要医生处方的啊 一定要医生处方的啊 所以说呢 你可以让你的医生啊 给你开这个处方 然后呢 相应的条件啊 相应的条件啊 你是type 2啊 或者type 1 diabetes啊 像你像是 或者你是不是使用胰岛素 使用insulin 每天测几次啊 每天测几次 或者如果你不用insulin的话啊 你为什么也用这种 CGI either Dexcom 或者是这个freestyle 都让医生 最好给你写一个什么statement 给你一些 信息啊 让你这个 你如果去药房 弄这种药的话呢 你可以 如果他有这种信息的话呢 或者你可以提供给他 提供给他 看看这个保险公司啊 会不会保 好 希望这些信息啊 对大家这个有帮助啊 特别是对这个 每天这个扎手指的 这些这个糖尿病人来说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科技进步啊 这个小的device 科学的进步啊 给这个人类带来的很多的好处啊 只有科学进步 才能解决 更多的疑难杂症 这种资本的好处吗 我们现在就走了